巴黎街頭屢見順手牽陽 竊賊多早不是新聞 但連奧運選手村都遭殃 傳出日本七人制 橄欖球隊選手放在選手村內的婚戒等私人物品 價值超過台幣10萬元 全都不翼而非 彈贏人詬病的不光這個身為美食王國奧運村伙食也被嫌棄 還看到有選手不得已叫外送 不少人抱怨餐廳人擠人甚至食物根本不夠吃 美國提操女王拜爾斯一次閒餐不夠好 但隨後提操對教練搞笑發文 說最熱門的巧克力可頌已經送到她面前 澳委會回應餐食已做調整會額外提供600多噸的農產品 另外當地週四晚間又下暴雨 就擔心塞納和水質再度惡化 影響後續比賽 TVBS新聞 同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